接著帶你來看到吉安鄉長盃慢速壘球錦標賽 從31號開始一連兩天 在國福棒壘球場熱血開打 而這一次總共吸引到了27支球隊 近800人來參賽 場面相當熱鬧 貴賓拿起球棒站上打擊位置 等待投手將球拋出 奮力一擊 參賽選手立刻湧上 因為只要成功接到 就能獲得額外獎金 讓場面吵熱鬧 第一屆吉安鄉長盃慢速壘球錦標賽 從31號開始一連兩天 在國福棒壘球場盛大舉行 這次總共吸引到27支隊伍 近800位好手共享勝舉 其中步伐有來自外縣市的參賽隊伍 吉安鄉公所致力推展 休閒運動健身 從過去的羽球賽 桌球賽 足球賽 還有我們的乒乓球賽 以及我們的各項競賽 之後呢這一次推出的第六項 慢壘賽 未來還有游泳賽 緊接在後 我相信教育以及運動休閒的鋪陳 是我們現在相信很需要 也是很受歡迎的一個環筷 選手們上場暖身 各個敘事待發 拼盡全力 角逐最佳成績 鄉公所也希望透過活動辦理 培養民眾對運動的興趣 也從中學習並獲得珍貴友誼 記者許立晴華電視報導 剛才說到 我們下一個 sex 到 谢谢大家